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那個 宋春這部分 那其實影像處理第一件事就是說 你要先怎麼開始 第一個當然你要先怎麼樣 它這邊有個叫做建立一個新的圖檔 然後大小這邊有講到就是 它這邊是300乘250 所以基本上它會先產生一個寬300高250的一個圖檔 那這個部分的單位是項數 那也就是說這個檔案實際上總項數為多少 其實把它乘起來就好了 所以300乘上250 差不多就是多少 大概就是七萬五左右吧 所以這張圖的項數大概七萬五千 那其實七萬五千你想說跟你的照相機比起來 當然是太少了 隨便一張一照就是幾千萬 現在都大概一千兩百萬像素吧 一千六百萬像素 所以這一張圖如果你要拿去沖洗的話 或者列印的話 那當然像素絕對不夠 所以你還要去思考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要沖洗一張 比如說至少三十 比如說你要把它沖洗成多少 三乘五乘或者五乘七好了 或者三乘五 好了假設最小是三乘五的話 那你需要多大張的才剛剛好 一般的話沖洗電 它的那個這個是寸嘛 三乘五寸 那後面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邊是七十二英寸 這個意思就是說一個英寸裡面只有七十二個像素 那理論上指的是銀幕 銀幕的話它像素不需要這麼多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呢 要列印的話至少要一百五十像素 也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 假設這邊一百五十像素 那如果乘以三吋的話 總共這邊要多少 大概至少多少 四百五 那這邊的話至少再乘以多少 乘以一百五 所以乘起來的話大概七百五 那也就是說你今天 如果至少你這一張圖檔的話 要拿去沖洗 如果你輸出的是一百五十像素 至少要這樣解析度 沖出來的話才會是剛剛好 不過一百五十像素 其實還是不太夠了 現在最少都是可能到三百 甚至你要更精細的話 甚至到六百 所以如果你的解析度 你要希望品質越好的話 那怎麼辦 就是要再提高它的像素 就像現在那個iPad有沒有 iPad第二代跟第三代 其實就是解析度越來越高 也就是說你將來放大 奇怪怎麼會這麼適合 比如iPad很多人很喜歡拿來當那個相簿來用 為什麼 因為它怎麼放大 奇怪怎麼放大就是不會有鋸齒狀 那原因就是因為它的那個解析度非常的細 甚至比那個像那個沖洗出來的感覺還更好 OK 那所以第一個 我們如果要做出這個效果的話 那怎麼做 那它這邊有提到說 要底色為白色 那首先第一個 我們直接在這邊檔案開一個新的檔案 那首先特別注意 我們這個檔案名稱乾脆102好了 題目裡面要叫我們改什麼PSA01 你就直接用102好了 那再來的話 像這個單位的部分寬度 請你改為PSA01 它預設是公分 所以請你把它改PSA01 題目要我們用PSA01 那它的題目要我們就是300乘上150 那底色的話是一個白色 一個白色 所以這部分的話你就按確定就可以了 記得這個地方先開一個新的檔案 然後這邊改PSA01 OK按一個確定就可以了 那底下也是72了 按確定 好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會出現一張我們要的一個圖檔 OK 就是300乘上250 好第二個的話你可以把它放大 Ctrl按加號 Ctrl加 Ctrl加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放大 放大跟縮小 可是尺寸兩邊是不太一樣的 這題目裡面 102 300 250 這個 感覺怪怪的 再一次喔 新增 300 這邊打錯了 應該是250才對 好 OK按確定 這邊102 好 這樣子 第一個 Ctrl加就把它放大一下 Ctrl按住再按加號 這個就是放大 Ctrl按減就是縮小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放大縮小 最快的方法就是Ctrl加跟Ctrl減 這樣子 好 那再來的話我們需要做什麼呢 再來題目要求就是要填滿 填滿什麼呢 就是一個背 上面是這個背景呢 把這個關掉 這個是錯的 OK 那類似像這樣子把它填滿 那怎麼填滿呢 首先你要了解填滿工具 三個禮拜我們主要是用那個填滿 不過這個填滿裡面呢 它是填滿什麼 這個顏色 單一個顏色 那如果說你要漸層顏色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請注意這邊有一個工具 叫做漸層工具 它的位置的話大概在比較偏中間的位置 那你按住不要放 它這邊因為右下角有一個 好像小小的標籤 這個小小標籤意思是說 它裡面呢 還有其他的功能 按住不要放 其他功能就會出現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需要的是漸層工具 所以請你點選那個漸層工具 點一下就可以啦 其實點一下就是它 那特別注意呢 這個時候呢 你點這個一下 它旁邊的面板 各位注意一下喔 這邊的面板會跟著改變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漸層 漸層的話 如果你用原來的喔 你直接這樣拖拉 你會發現它是什麼 黑白有沒有 Ctrl,Auto,Z 復原一下 那如果說你今天呢 希望把黑色 改成別的顏色的話 特別注意喔 請你點黑色的地方 記得喔 點黑色跟點白色不一樣 點黑色的地方 它會跳出來 它會問你說 那你要漸層色 那請問一下 你上面的顏色要是什麼 那我們就把題目給我們的顏色 把它打上去 這邊有273 2760 所以你就把 R是紅色 跟成237 237 然後27 綠色是27 然後呢 B的話是藍色是60 這個時候呢 它會出現有一個顏色 位置在大概在這裡 按確定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你的漸層 改了之後 應該會長像這樣子 意思是說 從這個顏色到這個顏色 那接下來呢 如果你要做出 類似像這樣的效果 Ctrl,Auto,加好了 好 那實際上喔 很簡單 上面 指的是上面的顏色 所以 由上往下 請各位注意一下 由上往下拖拉 拖拉到哪裡喔 這個當然喔 我講過啦 越 長得越像 那個是 那個前面那個圖 大概分數越高 越好 可是你說大概長 類似長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一不一樣 欸 好像似乎喔 已經很到位了 有沒有很OK了 關鍵在哪裡喔 特別注意喔 我再做一次 Ctrl,Auto,Z 復原一下 這個喔 我從上面點 從這邊出發有沒有 一直往下拉 記得喔 不要歪掉 正向的往下拉 那阿招大概 差不多 剩下大概九分 大概剩九分之一吧 你就把它放開 大概這樣就可以 好 長得就很像 所以第一階段喔 請各位試一下 兩個部分 第一個 請各位先開一個新的檔案 檔案的大小 300 像素喔 記得喔 要改喔 250 不要像上 之前有同學是 直接用公分 哇 公分就不得了 公分的話 它的像素 就非常的大 第二個的話 用漸層工區 把這邊改一下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